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顺便不足问题 上网和玩手机是主因 各位欢迎收看中国在线 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下星期会在北京和美国商界会面 包括苹果行政总裁赴克 吴敏芳报道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星期日在北京召开 华尔街日报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三将在北京 和部分出席论坛的美国商界领袖会晤 预计出席人士包括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 美中贸委会会长艾伦 苹果行政总裁赴克 和黑石集团高层等等 消息说 与会者名单还未落实 会议也有可能在最后关头取消 今年论坛讨论的议题预料包括 包括中国经济增长 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与会的美国企业高层张教去年多 预计超过85位商界领袖当中 有四成来自美国跨国企业 除了赴克 美光科技 AMD 埃克森美夫的行政总裁 以及会控行政总裁奇耀年 也将出席论坛 报道说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消费疲弱 外国公司希望当局能消除经营风险上升 以及对监管不一致的疑虑 去年论坛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强 亲自会见国国商界高层 但是路透上个礼拜报道 李强只是会出席论坛 但是不打算和外国企业高层会晤 有线新闻 吴满方报道 有中国智库发表报告 说去年美军 陆机 大型侦察机 在南海出动大约一千架次 中国智库南海战略 态势 感知计划 说美军去年持续派出侦察机和侦察船 在南海和周边地区开展高强度侦察活动 包括穿越台湾海峡演习等 其中美军 陆机 大型侦察机 出动大约一千架次 并且频繁靠近大陆领空 报告有说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群 大型编队亦进入南海八次 认为针对性有明显加强 国台办就获救的两个金门遇险人员 送返事宜作出回应 说其中一个人星期五已经送返金门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 福建海警星期一凌晨在围头湾海域 发现一艘海钓船求救 救起两个来自金门的男人 其中一个是台军现役人员 但没有如实讲明身份 反而偏造虚假职业信息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核实了解情况 而另外一个人已经有福建有关方面 送回去金门 第一期廈门涉台司法体验刑 在廈门市海仓区人民法院举行 法院安排了五十几个 在廈门大学读书的台港澳大学生 和在廈门的台湾青年代表旁听庭审 了解法院民伤事案件庭审流程 又安排他们参观涉台诉讼服务厅 和涉台司法展示基地 涉台法庭正是托宽调柱解分渠道 推广运用涉台司法服务网 和手机应用程式等 实现诉讼事务一网通办 据报廈门法院已经可以实现 在台当事人网上立案 和通过在台湾开设的账户 直接收取案款 江苏和湖北最近举办多场活动 鼓励市民救命 又派过亿的人民币消费券 希望提振消费市场 何森言报道 为了鼓励消费 内地多个省市最近举办了多场消费活动 江苏徐州向民众派发合共1亿4千万人民币的消费券 又发放过亿元数字人民币红包刺激消费 江苏同时有多场活动被市民已旧换身 以配合商务部提出的相关政策 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而湖北武汉近日就启动体育消费州 向市民发放合共1千万的消费券 不单专门为儿童设置互动区 商店都有角色优惠 吸引市民购买体育用品 3月下场是武汉的櫻花柜 当局认为可以借消费券 进一步带动对游业发展 除了去实体店消费 网上购物的潜力都不容忽视 根据商务部公布 今年1月至2月 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21,500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超过一成半 其中数码 绿色和健康产品 销量都有明显增长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统计报告 说去年中国网民规模 达到10亿9200万人 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网民规模 比前年增加近2500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达到77.5% 城乡上网差距进一步缩势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6.5% 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3亿2600万人 比前年多了近1800万人 另外网救用户规模增长趋势明显 去年网救用户规模达到 9亿1500万人 比前年增加近7000万人 助力网上零售额连续11年 稳居全球第一 四川雅江上星期发生山火 初步调查显示 是工程明火作业人质 四川省金支 藏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公布雅江森林大火 初步调查结果 说是施工明火作业引发 突然遇上极端大风造成扩散 原本已经受控的地方 复然出现明火 并且迅速蔓延 现在救援队伍已经接近 仍然有断续火线 和火点的2号火墙集中灭火 内地有调查报告显示 几乎各个年龄层的民众 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 有专家认为网络和手机 是导致睡眠质素下降的主因 刘卓南报道 中国睡眠研究会调查显示 去年内地民众平均每日的睡眠时间 有6.75个小时 比对上一年少0.65个小时 当中入睡困难容易醒 夜间去厕所等 是主要的睡眠问题 其中年轻人睡眠不足的问题严重 四成七的人平均入睡时间 是在凌晨12点之后 只有不足三成的人 会在深夜11点前入睡 另外有5成6的受访大客生 表示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 超过8个小时 当中超过一半的人 会在凌晨12点之后入睡 而酒精也是另一个潜在隐忧 调查发现 喝酒的人比起滴酒不沾的 平均每晚小睡27分钟 另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表的睡眠研究报告 发现即使睡眠时间没有减少太多 但睡眠质素就变差 原因可能和入睡前沉迷上网 或者手机有关 从睡眠的时长来说 它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睡眠的质量是下降的 比如说网络的依赖 手机的依赖 依然还是最大的原因 专家认为使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座眠产品 对改善睡眠质量效果有限 建议应该从调整生活习惯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着手 才可以彻底改善问题 有线新闻楼卓南报导 国家文物局揭晓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陈坚明报导 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记者会 专家从22个入围考古为止中 评选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山东的仪水拔山维子群 以近百米的文化堆积 揭示出华北至华南的 旧石器文化面貌 位列名单之首 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它的年代 完整揭示出距今十万到两万年的地层泡面 在时空上完整展现 古人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陕西青坚寨沟为止同样上榜 这是一个商王朝 商代晚期的一个方国的重大的发现 为我们研究商王朝和周围方国的关系 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人民的形成 以及我们中华人民和域外的其他文明的联系 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河南省是唯一的省份 拥有两个上榜考古为止 包括永城王庄为止 另一道是郑州双都书远街墓地 另外南海西北陸坡1号及2号沉船为止 甘肃礼苑四角平为止 安徽郎契磨盆山为止 福建平潭壳邱邱头为止群 湖北京门屈家岭为止 山西霍州陈村池瑶子 亦都在名单之上 我们每一个考古发现都何多何少的 让民众能够了解我们祖先 创造的历史文化 辉煌的文明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每一个发现都有 都有助于让民众认识和认知我们的中华民 我们的悠久历史 我们的灿烂的文化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已经举办了34年 每年评选出各地具有高质量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发掘 有线新闻 陈建明报导 第135届广家会第一期 下5月15日开幕 当局近日加强巡查 严防酒店坐地起价 余思南港行 广家会举办在职 广州政府发通告 要求酒店业界在销售商品 和提供服务时要明码实价 又怕人巡查酒店 严防交易会期间坐地起价 会场附近一间不升級酒店 一期展览期间的订房率已经达到九成 酒店负责人说普通客房一万收三千多元起 价格已经比去年下降了大概20%到30%左右 那是为了积极响应政府的一个号召 我们要做好广州市的一个接待 我们餐厅的价格 跟往年我们广家会期间的价格 我们维持不变 今届广家会第一期 将会在下个月15日开始举办 预计超过二万八千间企业餐展 分为55个展区 广州海关说日前首批入境的展品顺利过关 主要是土耳其生产的冰柜、抽油烟机 和焗炉等家用电器 目前开始在会展中心布置展位 由线新闻于斯南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五年多 截至上个月进出口总值 累计有近八千零八十九亿人民币 拱北海关公布今年头两个月大桥口岸 进出口总值有三百一十亿七千万人民币 按年增长大约两成四 货物收发地已实现内地三十一个省市存覆盖 当局说现在通行货物 除了公港的民生物资之外 黄金首饰、技术产品等都有增加 其中珠宝首饰在一到二月 货值达到86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147倍 而电动车货值也有超过一倍增幅 节目时间到此 稍后会有其他新闻 拜拜